看到火之後 看到火在前面 因為火很熱 那我們看火在這邊 我們現在往左旋轉 準備要來打火 小朋友拿起了苗子 對準前方目標 轉動苗子模式 準確射水 來到地震體驗教室 模仿大地震情景 教導小朋友面對地震 要如何避難 地震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要換一下保護文字 要保護哪裡 要保護空 還有進入BB空間 測試颱風來 強風帶來威力 都讓小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我覺得 吹那個 風就比較好 如果遇到強風的時候要怎麼做 找避難機抓緊 要抓緊 剛剛風速有沒有真的很大 一點點 基隆消防局在暑假 舉辦了消防體驗營活動 三個梯次報名秒殺 體驗營安排一系列的體驗 和知識課程 除了有地震 逃生 還有動感體驗 要加深小朋友 對防災 逃生知識 清止防災的夏令 我覺得是非常的有意義 尤其我們希望說 防災能夠從小雜根 那而且 我們舉辦的方式是 家屬跟著小朋友一起來 也就是說在小朋友 學習到這些 防災知識的時候 大人也可以一起學習 那第二個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剛經過這個颱風的侵襲 那我相信大家感受非常的深刻 那在今天舉辦這樣的活動 他們應該能夠非常的 深刻體驗到說防災的重要性 消防局趁著暑假 舉辦消防體驗營 讓孩子邊玩邊學習 金融市長謝國良到場 雲諾明年會擴大舉辦 讓營對內容更豐富 其實用消防栓有一定的技巧 你看這些孩子 用的就非常的棒 那我們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教育孩子 我們暑假的期間 有請消防局 安排了一些的活動 讓大家來參訪 並且我們在頂樓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消防館 未來我們也將更新 放更多的展示 跟這個 觀賞的設備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消防的一個重要性 我們這一關迷宮 主要是讓大家體驗說 在完全黑暗的環境裡面 你要怎麼樣從黑暗的地方 最容易找到一個出口 那小朋友剛剛進去體驗一下 那大家要固定 沿著固定一邊的牆壁 然後遇到轉彎的地方 你就跟著轉彎 遇到角落的地方 跟著角落走 就可以很快找到出口 還蠻好玩 怎麼說還好 應該說還讓他們知道說 就是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讓他們體驗一下 比較不會那麼怕黑 家長和小朋友邊玩邊學習 最大的收穫 是未來增加防災應變能力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